从小其实是在家里一直是遭遇家暴 像这一个伤口 像这个我喷 这个 对就是一个撕裂伤在这边 还有这边 在节目上和来宾分享 遭父亲家暴过往 身上满是伤痕 还以刺情折改 像这个伤口 是那个时候他要打我妈 我把我爸抓着 那我爸他就把酒瓶跟酒杯 把他打破变成凶器 然后一直扛我 想起当时带着伤到学校考试 引起老师关切 坦言长期有看身心科 得靠服用药物治疗 情绪仍然激动 临场所的父亲在几年前过世 46岁的他 直到最近才开始认真 面对伤痛学习与之共存 过去他也曾在专访中透露 直到参选以后 才与热衷政治的父亲 关系有所好转 而父亲离世时69岁 没能来得及见最后一面 在整理一物时 才发现对方一直收藏他的演唱会简报 感到相当遗憾 2018年的专辑将对父亲的追忆及自身警惕都放进歌曲里 临场所这回揭露自身经验 希望大众用正确态度看待家暴问题 TVBS新闻上面这红亭太有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